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歡迎透過 Eleven TV家族來欣賞 109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的現場直播 台灣時間2月19號 下午的2點25分開始 Eleven TV家族将要在台北体育館 帶來一連三場的精彩賽事 第一場比賽将由世新大學 對上北市大學 好 今天的世新大學 陳玉堤 蘇嘉賢 傑丹尼爾 吳夢巧 以及林蝶 這是他們的先發五人 北市大學則是 葉玉堤 吳彩亭 陳佑珍 高智晴 以及廖偉晴 色色跟價值完全展現出來 傑丹尼爾在籃下硬打 不過這邊又是 連續兩個進攻籃板球 是給了林蝶機會 又是一個進攻籃板球 一樣是兩個人的包夾 傑丹尼爾還是把球給放進去 而且... 這球給得漂亮 好棒 他們在弱邊的一個補防的系統 球員的觀念還是相當正確 哇 這真的沒辦法 過去尋找不同攻擊籃框的一個方向 好球 好球 又是靠著接入 給到了內線機會 前的設定 還是他們就習慣 就是現在就是要找傑丹尼爾了 哇 in one 感覺既然都 馬上贏球的一種策略 哇 現在機會 哦 這就是吳采亭 對 又是一個high low 哇 這一次是新大... 提前的出手 哇 這個速度 陳玉提 這在三樓傳球 真是沒辦法抄喔 再給出來陳玉提 一個大空檔的機會 三分外線 沒有問題 走到完成一個出手 應該整個時間還不到三秒 哇 這邊是進攻籃板球 蘇嘉賢得得分 基本上現在還是看到 身材有優勢的士興大學 掌握了絕大部分的籃板 好 這邊得意的情況下 前面孟喬輕鬆的放進兩分 這兩個進攻籃板很珍貴 吳采亭再來 多啦 變成了助攻 找到了隊友 再來 蘇嘉賢外線的出手 力道也大 自己跟進 搶到籃板球 武信兩分 哇 籃下零疊幫忙 好 第一排過掉之後 往籃框做挑戰 打得很輕鬆 徐文萱最後選擇 三分外線的出手 但是沒有卡位啊 但他自己跟進 也搶到了籃板球 陳玉提 徐文萱 Long 2的出手技 是 直接殺到了禁區 讓整個防線 他正在猶豫說 我到底是要去幫忙 還是去做到 就是對持球者的一個補防 外線的機會 出手空心命中 所以他的手感真的相當好 20分 北施大學這從第二節開始 好像也只靠著罰球線上 有天德分數 又來一顆 哇 連續的兩顆三分球 感覺起來他們除了人高手長以外 真的防守線上像是 銅牆鐵B一般 捷彈尼爾把籃板球拿回來 自己應該要在籃下硬打 用左手放歪 再強一個籃板球 頂起大阪得分 在這籃板球的部分 一點就是他們的一個封線選手 切入的時候會往往會切得太深 直接陷入到一個防守圈的一個陷阱裡 而且在捷彈尼爾的部分 他目前也是十二點三的籃板 是全聯盟B 國賽廳的出手得分 結果吸引到兩個人的包夾 捷彈尼爾 站好在那邊做準備喔 捷彈尼爾中距離出手進 哇喔 你真的看不到他的天花板在... 他又投籃這怎麼蓋啊 但這邊要得分 今天的北市大學在籃下 蘇家賢再給 這邊被蓋到了 廖偉琴成功的防守前面的兩分 唉唷 胡采婷 上籃得分 MV提拉單邊 最後選擇自己出手 沒有問題 不過這邊 哇在籃下 胡采婷用左手 搭板得分 這不容易 連碟給出來 胡采婷有受到干擾 球還是進了 這邊成功的抄到球 烏采婷又是輕鬆的一個 上籃得分 不過 在下半場整個事情 做出了應對 冰碟給拳秀 沒進 籃板球下來 捷彈尼爾拿到一個轉身 就是上籃得分 就是說 哇 潔玉婷再搶到一個球 自己又是擺進兩分 這邊 直接的出手 沒有碰到籃框 快攻了機會 陳玉婷已經跑了 上籃得分 哇 碰到 這個默契真的 不用再醉眼了 機會直接在拿分數 進攻時間剩下四秒鐘 火采婷一個假動作 晃過了陳玉婷 出手去 這一次打得很有耐心 直接有機會出手了 打球 4-3 哇 這是需要的 給下去 放了一個空檔 不過籃板球跟進 自己強 真的沒辦法 這個卡位的問題 對 今天已經看了這個畫面 好像看了很多次了 這個HIGHLO搭配相當漂亮 可以到了郭靜雯 陳志華 下去楊佳佳的中距離出手進 第三節 瑞迪憲 再給你一次機會 綠化 投一次沒進 你有投第二次 就 張陳玉的切入 想要頭部 少籃得分 往前推進 這個傳球意圖太明顯了 潔丹尼也來到籃下去 再回給 對 就是祝人為快樂之本 犯危險的一個路線 歐子映的外線出手進 打完球之後 採取了一個 一二的站位 慢慢的往回退 瑞迪化最後選擇 自己來插滿得分 菜單成功 至今一條龍的 拿到分數 在能不能延續 第三節的一個氣勢 瑞迪他們在第三節做對了什麼樣的一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當然增加了 就是不能說增加 改變了他們一個的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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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迪瑞 繞到最後 自己選擇出手 因為在上一學年度 他們針對到國光大學四挑賽那場 打了三OT 他上場了五十一分鐘 拿了三十七個籃板 然後得了二十三分 真的很誇張 來挑戰籃框 失敗 77比52 這也是有點跌跌撞撞 但是 觀看了廖佩蓮 好 沒有隊友接應 沒有整給地板球 直接來到競技裡面 紅旗上籃多分 好球 還有零跌 切入之後的分球 兩邊現在節奏都打得非常快 對 零跌的三分球 一樣啦 因為陣容當中 具有攻擊能力 天賦的選手 真的太多了 先發五個都可以拿分 反正還一堆想要上來的 沒錯 是兩隊為了準備 因為這個就是六強賽事 開始比賽的時間 跟我們農曆春節相當近 世新大學是只有放了兩天的免假 北市大學只有在除一放一天 不到兩分鐘的時間 這一波的快攻 來看世新大學怎麼處理 剛出現外線的出手 4-3 這也是他首度的得分 鼓也沒有 但遭到三個人的夾擊球 趕快傳出來 救得到救不到 可以繼續的前進 也是大學 好球 所以在剛剛整個北市大 如果再抓到 這打得有點卡住了 這今晚的出手沒進 自己自投自強 再來一次 刷數據 真的 太傷人了 我認為他還在適應 整個北市大的一個球工跟系統 沒有完全發揮出他的一個天使 用左手放槍 協金碗 又是跟進的籃板球 放進的分數 結果被超掉了 最後的一秒鐘 看看能不能自己上籃 成功 來得及 來得及 這兩分盡算 最後 世新大學是91比65 擊敗了 北市大學 拿下了在六強副賽的 第二場勝利 這場勝利 對他們來講 要前進到小巨蛋 的確是又吃了一點點的定型丸 又把門票收進了口袋 一點點 那我已經在這場勝利 那我都不想把門票收到 有一個人來得及到 吃了 吃了 吃 吃了 吃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